现在要过年了 大家都可能要贴春联 但没想到这一款春联 现在抢破手了 就是韩国瑜的梦幻艺品春联 非常抢手 那爆出这一群人 恐怕要吓破胆了 来我们先看到这个梦幻艺品 上面写的荣耀吉庆 在网路上已经有人 在卖这一款春联 卖到50块钱 但是你知道吗 搞得跟球卡一样 好像有分限量版 跟所谓的普及版 网购平台出现了50元的版本 就是右边的这一张 荣耀吉庆春联 和工部门印字 在左边比较大的那一张 差别最大于的是 这地方就是三个字 韩国瑜的金字 有没有烫金字 那在左边这个 比较大的梦幻艺品 这就有烫金字的 网路上卖的这个 就是印刷品的 是没有烫金字的 这个差别在于哪里呢 看到这边 立院秘书处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荣耀吉庆 烫金版仅仅只有2万份而已 那么现在看到民间 看到这个呢 是民间加印的 并不是所谓的2万份限量 时事评论员黄耀明也说 这可能是今年 最难抢到的政治人物春联 退降呢 立正姐也提到说 4年前韩国瑜 在高雄市的市长春联 有人拿在网路上 好几百块都在卖 好 往旁边看到这边 现在时事评论员张雨萱 都提到了 韩国瑜除了继续冒出 金句做自己之外呢 截至目前为止的表现 都把蓝绿白三党的争议 给桥定了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适格的院长 等开以后呢 更能够看到他真正的表现 那么前立委蔡壁如也提到 之前游锡坤当院长 可以让行政院苏贞昌 在那边大小声 然后大家政务官就有样学样 因为坐在上面主持的 不敢话瞎啦 可能以后韩国瑜坐在那边 以后政务官没这些答案 都要看韩国瑜的眼神了 再来看到港媒的中评社怎么说到 赖清德已经是少数总统 民进党又失去立法院主导权 未来势必受到阻碍 那民进党的拒韩症 惧怕韩国瑜的症状呢 势必再加重了 那么就有人问到说 当韩国瑜顾问 这个问题由立委郭正良回答 2月2号呢 是我跟他聊天 韩国瑜找到了周万来 来补足他最弱的一块 而他当然还关切一些 不是立法院的问题 我就说那些部分 我们以后可以提供一些的建议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农历 即将新年即将要来了 政治人物也会印很多春联送给民众 刚上任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呢 最新版荣耀吉庆也出炉了 分烫金版的跟没烫金版的 那退役的少将呢 栗正杰也就透露说 之前韩国瑜在当高雄市长的时候呢 春联就已经非常难抢了 还有一样东西 我不晓得这次 今年来养院长有没有 等一下顾问 请你拿一下 做那个红包袋 对 以前有那个 但是院长我不晓得 有没有这种预算 但是那时候他当市长的时候 有那个红包袋 十块钱 就是一人赴死的那种红包袋 那时候也是很抢 他抢到什么程度 抢到就是有人拿了以后 他在网路上面卖 就是大概一般来讲 这种春联就是贴在家里面 过个年过个喜气 那时候我记得在高雄的时候 为了这个红包 大家也是排队 不只是排队 那根本就是拿了以后 还到网路上面 以这个好几百 上百倍的价格 一个上千块 在那边网路上面卖 然后春联来讲 那时候整个高雄市 谁能够抢到春联 能够贴上韩国瑜的春联 就表示他是有这个特殊管道了 大家都很羡慕 很嫉妒 那我想说春联代表的 其实这不会就是一张纸 但是它代表含义什么 就是你人气旺不旺 对不对 你如果说是我们知道 有些政治人物 如果你春联 你拿去送给人家 人家都不要 那人气旺的政治人物 大家都能够贴上你的春联 来感到非常骄傲 非常光荣 那今年来讲的话 我想韩国瑜 他这个春联一出来 那大家会想要代表他人气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旺的 那后续来讲 我们大概期待他会不会有发红包 对如果发红包 那可能这个要安排好 他的这些底下那些警卫啊什么 这个不然的话 人挤人 人抢人 这个东西代表 我想说一开始一个好的开始 代表人气很旺 大家都很支持他 那第二个我要讲说 他是吃饭这个事情 我特别要讲 这就让我回想到四五年 他在高雄市竞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那时候有很多家 他都是到这种地方去吃饭 然后你知道 一个政治人物你是作秀 还是说天生 他就习惯去那种吃饭 那是演不来的 如果说你刻意要去演 你反而显得做做 人家一眼就看看 你是故意在那边做做 他就很自然 我记得那个镜头 那时候选市长的时候 他一个人跑到高雄市长部 旁边那家卤肉饭店里面 在那边吃卤肉饭 然后被人家不小心 其他顾客拍到 然后上传到网路上面 那孤零零的一个人 坐在那边吃卤肉饭 那时候大家想说 你怎么可能竞选市长的人 会到这个地方来 跟我们一般老百姓一样 吃卤肉饭 当时你觉得你应该是 吃比较好的料理或怎么样 没有 他又很习惯 而且他吃得很自然 我跟你讲 你去看他在餐厅里面 吃饭那个动作干什么 排队那个动作 那绝对是很自然 就比较说什么 他在那边地方吃惯了 你知道 因为他从来就是 他一直打一个口号 就是目望事实上苦人多 他就是庶民口号 为什么 你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说你经常 我们不客气讲 如果你经常在这个 官僚价值比较大一点 或经常吃香的 喝辣的 锦衣玉食出身来讲的话 叫你去排队 你可以去排队 但是你会不自在 你会做那个样 大家一看就知道 你在做做 那他去那个地方 我跟你讲 他就跟那边人融合 非常的融入 就不会 没有违和感 对 不会有违和感 因为为什么 他就习惯这个样 我记得高雄后来就变成说 那个那几家 他去吃了那几家小吃店 卤肉饭 什么这个 大家都还有印象 美农的板条店 这个那几家小吃摊 小吃店 后来就变成观光客的旅游 旅游的圣地 韩总美食 对 那个时候就大概每次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高雄 很多台北来的观光客 或干嘛 就是寒流来的那种一波以后 那些就是要去 他吃过那家卤肉饭 给那个卤肉店带来 很好的一笔生意收入 那今年来讲的话 我相信会不会有这种情形 又重演大概五年前 这个高雄市长 那个小吃店的风波 其实不只是小吃店 你看他以后 其实我觉得 我建议韩国可以这样 你可以到每个地方安排一下 到那种需要帮助的 那个小吃店 按摩店 或者是 走一走 去走一走 然后会帮他们做生意 然后照张相片挂在那边 然后大家就一窝蜂的 跑去那个地方 去拜访 我想他这种动作 不是说是演出来 演出来你一演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相信说这件事情 这种动作来讲的话 可能会激励很多士气民心 因为主要就是跟庶民结合在一起 政治就是要获得人民的支持 那不管从春年这件事情 或者从他吃饭很平易近人 就是这种动作 就是跟我们一般小老百姓 在外面吃饭的动作 完全一模一样 那就会造成民众有一种认同感 觉得你是跟我一国的 你跟我一样 你不是天龙国的人 对不对 远在高 我们高攀不上 他让人家感觉就是 他可以跟你亲近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那从此以后 我相信 如果说他善用这种人脉 人气来讲的话 对国民党在立法院推动工作 有很大的帮助 立法院长韩国瑜就任后 首度主持了党团的协商 面对民众党团的无效票争议 以及议事的日程的讨论 都处理得非常圆满 前驻纽西兰代表届文集 就称赞韩院长出事提升 主持党团协商 可以感觉到功力非凡 值得打100分 该客气的时候客气 该公事公办的时候 也绝对不会含糊 完全是全力以赴 韩国瑜主持这个协商处女秀 真的是100分的 这不太容易的 因为好几个事情 都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比如说昨天讲 这个民众党就讲说 这个废票处理有问题 他说那柯建民 他怎么可以做这个做决定 他是主持会议 那个有监票人 监票人二比一 那东西怎么解决 这个立刻就是一个议事 归程的一个考验 那韩国瑜真的 他立刻就怎么样 他做了 他做主席来讲的话 他就交给他的这个 立法院的秘书长 这位议事专家 回答的真的是100分 没有做当场采捷 不过他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他说你这个好 可以把这个案子 提出书面的要求 有关议事记录 可以提出要求 然后呢 再由交友院会来处理 所以这个就是 施两波千金 另外有关这个议事的 开议的日程 事实上就是哪一天开议 事实上各党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最后呢 非常非常 这个平和的 和谐的把这个事情 就取得了一个结论 所以真的是说 真的第一次出事提升 可以说是 让人感觉到 是有功利 功利不凡 这个韩国瑜表现 事实上 感觉是全力以赴 全力以赴 那么客气话都讲了 可是在出手的时候 那基本上 是完全怎么样 公事公办 这点不容易 那希望那个再接再厉 交出好成绩 大家呢 太阳心全校客废 一身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 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一身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一身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 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 没负担 每日 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